Hello,大家好,我是萝卜 最近南方暴雨 很多地方都受到了洪灾 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下了很长时间的雨了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我的花草基本上处于一个没法管理的状态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月季就长到黑斑 有些叶子都快突光了 真的是 不过呀 虽然这么糟糕 但是也有一个风雨兰它开花了 这样一个胖乎乎的小可爱 就是风雨兰胖莉莉 其实我这里是种了三个球的 这个球我是在东黎园艺家 花了五块钱一个买回来的 我总共是买了两个 但是我另一单里面它送了一个球 后来发现也是风雨兰 所以我就把它种在一起了 现在这个盆里面总共就是有三颗 一二三 这个呢其实它也有自己长的小仔出来了 这个就是它新生的 它自己长的小的 这个胖莉莉啊非常的可爱 这么大 迎着风雨而开 淡淡的粉粉的非常的好看 当然我们的这个食物没有这个镜头里面这么粉的 这个镜头里面的这个颜色真的是太可爱了 种植风雨兰呢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基本上是没有病虫害的 然后呢我们土壤呢选择松松透水的土 千万不要选择那种非常黏的黏土 因为这个东西它毕竟是一个球根植物 如果你用那种非常黏的黏土的话 因为它水透不出去 很容易呢就泡烂了这个球 另外呢这个盆子的话呢 因为其实风雨兰的长势还挺快的 所以盆子可以稍微选择大一点的 像我这种青山的空根盆就非常好 它呢这些外面都是草 这水浇进去就透出去了 这个风雨兰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光照的植物 所以要把它种在全日照的环境里面 其实呢它因为没有病虫害 几乎是不怎么需要打理的 像这种天天下雨的天气呢 就完全不用管 然后它的施肥上呢 我就是只用了三元素的复合肥 基本上没有什么管理 现在长势呢还可以的 这一坨呢长得很多小仔还没有开花 这么可爱的胖莉莉你喜欢吗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